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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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 好比吹彩的煙花一閃即逝 Objection 我不認同 甚麼不認同 你看 萬眾歡騰的國慶賽馬日 話這麼快就告一段路了 那你又不用那麼擔心 通常是這些起應的日子 而RE都會拍下很多精華片段 和大家重溫 明白嗎 這個國慶賽馬日 場面真的很熱鬧 歌唱家黃威小姐 在馬匹亮相圈帶領馬迷獻唱國歌 彈派的歌聲令現場火燭升溫 不過 最令馬迷熱血沸騰的 當然是重頭戲國慶杯 結果由偉達策劇的友誼思想絕杯 恭喜 恭喜 Crystal 見你幫我重溫國慶賽馬的成果 送回一件事給你 就是她 咦 這個不是沙沙扶女銀袋 那個主題耕針 很漂亮 嘿嘿 不用那麼激動 我還有一些又漂亮又好玩 又多著數的一億 說我來看看 快點 為了配合今屆沙沙扶女銀袋 玩鬥漂亮的主題 馬會網頁專程推出了一個 人馬經驗網上遊戲 只要答中問題 就有機會獲得購物優惠 網上還有很多裝美小貼士 想裝美一點參加銀袋日 就要瀏覽馬會的網頁了 Crystal 不知不覺間 沙田馬場封為三十載特輯 去到尾聲了 是啊 今集的押族嘉賓 就輪到前騎師劉童安 寶寶交給你 你好 Samson 我想問你 沙田馬場哪個角落 你最有感覺的 如果講起騎師來說 我覺得海旋門 因為海旋門是所有騎師 如果贏了馬之後 就要去那裡的地方 所以馬主 他們的親戚朋友 練馬師 和聖女馬匹 都在那裡拍照 而且在騎師本身來說 入海旋門 是覺得很自豪 除了海旋門之外 其實我退休了之後 我也擔當過幾個職位 例如我也擔當過副師集員 在千軍一發的時候 如何確保集團開得順利 其實這也是很重要的 今集RE有很多猛料 一連六集的沙沙扶女銀袋日 玩到靚友掌遊戲開始了 事不宜遲 今集的問題就是 沙沙扶女銀袋日 究竟在哪一年開始舉行 大家知道登上RE的包 就可以找到答案 和看到參加辦法 沒錯 今集的禮物就是 白色幸運閃石碗錶 每集得獎者有兩位 得獎結果稍後就會公佈 下集RE再見 拜拜 沙沙扶女銀袋日 銀袋幸運馬蹄鐵 襟針賞馬迷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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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